不管你是老粉絲或新玩家 萬眾矚目的微軟IE3.0終極進化版 終於正式推出啊 這次除了外型、手感跟IE3.0同樣的經典好握之外 那它這一次又多了RGB的車尾燈 它可以隨著你的操控來做調整 那在FPS玩家最重視的這個追蹤感應器 它採用了升級版的XR 3389追蹤感應器 那麼在側邊也多加了橫紋 讓玩家更好抓握 那到底這隻滑鼠厲害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GO 好接下來我們來直接開箱來看滑鼠它本人 左邊這一支是去年推出的微軟IE3.0經典散鈴莎 那其實去年推出這支IE3.0經典複刻版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興奮 不過因為電腦產業的變化非常快 當年的IE3.0可能也沒辦法符合現在的電腦產業的需求 特別是2K以上螢幕的解析度 在比較針對高解析度甚至4K螢幕的遊戲玩家 微軟今年推出這個IE3.0的專業版 這一次它升級的重點一共有三大重點 第一點就是它的滑鼠的表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滑鼠的表面 外殼的漆的設計就不太一樣 去年是整支的樹面 那就是完整的IE3.0經典的外型 那今年就多了漸層色的設計 那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銀貨色 一個是暗黑色 那再來IE3.0之所以經典 是因為7S正流行的那個年代 很少有滑鼠是針對右手設計 所以這一支滑鼠剛推出的時候就非常熟壞 它有一些很厲害的優勢 比如說它的滑鼠 你可以看到它是三鍵式設計 這邊是一片 這邊是一片 這邊又是一片 那它做三鍵式設計 那玩家在做左右鍵Click的時候 就會相對的比較清脆 按壓感會比較俐落一點 那再來它這次也改了比較 質感比較好的編織線 那兩支滑鼠去年的版本 跟今年的專業版 兩支都是採用歐姆龍的微動開關 都是同樣的好物 好我們直接把它打滑鼠拿出來 側邊它的按鍵也有不一樣的設計 你看它側邊 去年的版本它沒有這個斜紋 今年的多了斜紋 有了這個斜紋 你在抓握的時候 手感會比較好 那它的配重也非常的理想 整支手感非常的圓潤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支手感 你可以看一下它抓握的感覺 在插上電腦的時候啊 可以去微軟的下載中心 去下載滑鼠與鍵盤的通用設定程式 那在裡面 你可以去調控 這支滑鼠的 側邊鍵 左右鍵 以及尾燈的燈號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的尾燈的燈號 其實已經有去調整 那 上一代的微軟經典閃鈴莎 它的燈號其實是白色的 無錫燈 那在這一代 其實就是進階成為 RGB可調控的顏色 好剛剛其實只是帶大家做外型的開箱 規格上的介紹 那不管遊戲怎麼夠呢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到 麗華航台北市的一間厲害的網咖 聽說裡面都是2080的顯卡 那就讓我們出發吧 我們現在來到 出外景來到麗華航 這裡是應該算是台北市最厲害的一家網咖 為了撇除電腦環境的影響 我們就來到這間麗華航 那聽說裡面的設備 採用的是NVIDIA的2080顯卡 那也是IG處理器 那我等一下會在實測的時候 換上這支閃鈴莎專業版 好讓我們一起進去吧 第一次來到麗華航 我發現這邊真的是顛覆以前我對網咖的印象 你看這邊的設備有多豪華 每一台電腦都是2080的 然後又用到三星的這個曲面寬螢幕 配備都非常的好 比在家裡玩電腦爽多了 然後再加上這邊的每一個座位啊 都蠻寬大 都是用沙發 真的還不錯 然後在這邊還有漫畫可以看 那今天店家其實蠻好心 他們知道我要錄影片 其實他就幫我帶到這個 目前現在是下午一兩點 所以現在是剛好是他們的離風時段 他目前都還沒有客人 所以他帶我到這個 這邊是主要的電競直播的區域 這邊是對戰區 那平常他們就會有兩台 兩兩相對比 你看這邊電腦都是背對背的 然後來做對戰 這邊是他們對戰區 待會我會直接在這個地方 去做這個 微軟的閃鈴沙的專業版實測 好那我們繼續吧 好剛剛完了用這兩支滑鼠 玩了這個Overwatch 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心得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麗華航他們用的是Racer的滑鼠 那我自己帶的是 微軟閃鈴沙的專業版 那這兩支滑鼠在先天商外型就不太一樣 首先Racer這一支是 左右手通用的滑鼠 那這一支是 右手專用的滑鼠 所以在 我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右撇子 通常左撇子都是用右手握滑鼠 那如果你是右撇子 你的手放在這個閃鈴沙上面 你會覺得比較舒適 通常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進行很大量的抓放這個動作 所以你的手啊 如果握在這種比較弧度 比較小的滑鼠 就會很容易騰空 那騰空的話 你就會覺得時間久你就不舒適 那再來是 就是如果你把滑鼠貼在 那個滑鼠墊上面的話 可以翻過來看喔 這一支滑鼠的 鼠墊的 貼合的面積也相對的寬廣 它不會說滑到一半好像有翻車的感覺 它做的四平八穩 我覺得在使用的感受是蠻好的 那再來 講到定位 追蹤定位 那FPS遊戲 在遊戲裡面是360度這樣跑位 所以比較高的DPI啊 就可以減少抓放這個動作 我剛剛在用這一支 就會覺得 欸我滑鼠移動範圍比較小 這一支啊 我就把它設定成6800 它在做FPS遊戲的操作的時候 在跑位都覺得 欸不會那麼的吃力 比較容易控制到我要的範圍 在對戰的時候相對比較輕鬆 這是這兩支滑鼠的操作的感受 肚子有點餓 所以我現在來點餐 聽說力滑航最厲害的就是它的餐點 聽說媲美美食街的樣子 所以我接下來點一些餐點 來看看 然後順便分享給大家 看看他們的餐點有多厲害 剛剛點完餐之後 就馬上上餐了 而且它都現做了 你看現在都還在冒煙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蜂蜜雞排嘛 對雞排 然後它有附湯附水果 然後這是我們攝影師 他點的這個焗烤義大利麵 然後我直接翻給大家看 你看 這雞排是兩塊 而且飯量還不少 根本美食街的水準啊 美食街的等級 難怪很多人會特地下課跑到 往他來 你看這個麵 好厲害 好 那我們就開吃吧 好 我只能說真的是好吃 難怪很多人會來 它雞排很厚 然後 所有的配菜都很有水準 我覺得真的就是 特地來這邊吃飯 我覺得都OK 還可以順便 用很好的規格 上網打電動 非常好 非常支持的休閒娛樂 以後我要帶我小孩來 好 經過一整天的實測下來 我發現啊 我真的是蠻喜歡這隻滑鼠 那這隻滑鼠啊 其實它就是適合 右手 又可以使大家 專門握著使用 那我 經過一整天的相處下來 從中午到這個 現在已經接近晚上了 那我覺得 在整天使用下來 即使你不打電動 那麼 像我自己是影像繪圖 然後長期的文師工作者 那我覺得一整天使用下來 其實握感是非常舒服 這一次專業版提升的 XR3389 超高零五度 我覺得在握感上 然後還有在定位的精準度上 那特別是 正對這種超大型的螢幕 它的解析度啊 移動的速度 都蠻精準的 我覺得在使用上 會相對的舒服 舒適一些 那其實 如果你沒有在玩遊戲的話 其實去年推出的微軟 經典閃靈莎 就還蠻符合需求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玩遊戲 那其實多加一點點的預算 這支滑鼠1790 其實就可以滿足 電競 跟一般生活上的需求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它的造型其實 並不會很電競感 像一般的滑鼠啊 像這邊這一支 Racer的滑鼠 其實它就很電競風 它就 像你如果待到辦公室 再用的話 其實就還蠻突兀的 那這一支 也就還蠻適合 一般上班族使用 你可以滿足你的電競需求 遊戲需求 又不會看起來中二 那這支滑鼠的開箱 就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那如果之後 還希望知道 這支滑鼠的一些相關的特色 重點 歡迎留言給我 那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掰掰 錄一段千八糟的夭啊 再來減一間飯 再來一碗 然後炒得好 再來一杯 我用奶茶 你要用奶茶 好 這是這個就是工夫飯 工夫飯 然後是用胡須章的滷肉 胡須章的滷肉呢 哇 他說他們的薯條也是招牌 他說比麥當勞更厚更大更粗 好 我要開動了 開始 他們真的是被網咖耽誤了餐點 他們的餐點真的是有水準 不錯 推薦大家來 替我讚 好 好 好